好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为您讲解 中国甲级联赛季后赛的第二场第一轮的比赛 那么另外一场对决呢 是保级区的比赛 是谭笑对谢尔豪 这两位顶尖高手 竟然在保级区 对决 所以说明咱们这次甲级联赛的 每支队伍啊 实力都非常强劲 没错 我们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这是我们一会儿即将讲的 这两位对手 一位是谢尔豪 这个是谭笑 谢尔豪是代表天津家家食品队 谭笑是江苏队 天津家家也是作用两位世界冠军 安卫星和谢尔豪 但是也要为保级而战 对 我就说在保级区啊 能看到很多这种世界冠军 顶级高手的身影 嗯 这张涛对王泽锦 张涛和王泽锦 也算是老将了吧 哈哈 张涛应该算 王泽锦多大 我也具体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对 这李晨森对童梦城 童梦城也在保级区啊 对童梦城跟谭笑是一个对的 他们的实力其实也是非常强 对啊 实力很强啊 为什么在保级区呢 但是他们在保级区一轮已经输了一场 还输了一场了 对 是输给了剑桥 上海剑桥 那现在是不是相当已经被逼到了血压边上 就不能再输了 快到边上了 快到边上了 还能再输一场 还能再输一场 对 这一场还可以输 就是季后赛的保级区一共是四轮比赛吗 对 应该是 就如果赢两盘是能保住的 只要你反正赢一场就行 赢一场就行 对 就保住了 对 就最后一轮那个你只要赢了 就是说 排名在常规赛倒数第一位的这个队啊 他在最后一轮只要赢了 就保级成功 就保级成功 他们是交叉相互对 对 这个今年的蒋介联赛赛制啊 很有看点 很有意思 这也是外援 队阵外援区 这位骑手 对 我就想说叫什么名字来着 陈正勋 我看很多外援骑手就比较厉害的 好像也在保级区 是的 在某些队伍当中 是的 嗯 这是毛锐龙 这是毛锐龙 嗯 别也没有认出来 好 回到棋盘 嗯 那这盘棋是谢尔豪对 谈笑 谈笑 谈笑是黑棋 谢尔豪是白棋 是在保级区的争锋 保级区的世界冠军之间的一个对决 这个他们之间的对决如果是在第二轮第二场比赛的话就非常大 就是是这样 因为越靠就是后面保级区越靠后面出场的呢 他排名越低 那么他的危险系数就更高 就是说你排名越高呢你机会就越多 就比如说你在第一场赢了 那么保级成功 那么再下去 你在这一场你要是赢了 你也能保级成功 但是你要这场再输 你再往下 就是他机会更多 那么排名越低的队伍呢 他机会就不多 就比如说如果排名到手第一的话 他只有在最后一场赢了 他只有一次机会 像排名高的话 他就有很多次机会 就可以输很多盘 可以挽救自己 但是呢 也有一个双刃剑 因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排名高 你从第一楼开始输 你输到最后一场的时候 本身大家水平呢 其实相近 那么你输到最后一场 你的心态其实你 就崩了什么 不论是心态和体力 对你来说 其实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因为你这个比赛都是连续作战 那么你从第一楼开始下 下到最后你的心 就是心心俱疲 当时 所以说你就算 你们可能整体实力要略高一筹 但是你这个 到时候也真的是不好说 对 就那个竞技状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对 没错 这个赛制 挺有意思的 还有看点 白棋手脚 白棋手脚 这两位起手呢 就是说可能在最近 大家可能是被他们看着 他们好像是不是 不行了呀 就总听不到他们的消息 其实不然 就是说 因为最近也是因为咱们就是 这个比赛的原因吧 很多比赛都是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的举办 那么大家比赛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所以说他们参加的比赛呢 就是一般都是前32的邀请赛 对 那么32的话呢 输赢其实都很正常 所以说 下到最后的 能受到大家关注的 其实也就是前四强 或者是决赛的两位 是 所以说可能 所以出镜率就低一点 就很低 对 其实实力还都是非常强劲 小尖 挂脚的时候就小尖 小尖了拆一 也是觉得仗着自己 这里有个大飞 觉得你在这边拆边呢 我也就没什么可怕 是 两位起手 两位起手的画风格来说 肯定是弹效相对于稳健一些 其余可能更全面 那么谢尔豪可能就力量 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大一些 比较大 比较大 是不是年轻起手 就是相对年轻的起手 力量都大 可以这么理解吗 也不完全 这个好像跟 不完全准确 跟那个老师有关系 就是跟 跟之前带他的老师有关系 对 是这样的 对培养你的老师的风格有关 其实我跟谭校属于一个老师 然后 还有周瑞阳 就我们几个 就风格是很接近的 对 基本上都差不多 哦 那你们的老师 就吴赵宇老师 吴赵宇老师 对 就他的风格本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可能 跟老师有关吧 我感觉 就这个关系的比重还很大 因为他从小给你熏陶嘛 就是你 就肯定习惯了这样的一种风格 黑的靠 这也是AIA特别愿意推荐的一首棋 嗯 他也是 就是局部的一个下法 不能说是定式 一种下法 一种去向 但是很多孩子觉得 看到这首棋觉得很好 很好使 然后就经常会这样去下 或者甚至我听过 听说过最夸张的 就是 那个一个孩子告诉我老师 这期白棋小木大飞手脚背靠 如果争子不利的话 白棋不行 如果争子不利的时候 如果白棋争子不利 白棋就不行了 我说你是怎么看出来 这个我小木加大飞 你依靠我就不行了的 他说你不就不行了吗 这个就是说 完全就让AI就是 误导了 误导了 小朋友的所谓的不行 是不是就只是胜率上 有一点点的偏差 就可能会低一点胜率 争子不利的时候 也许他就是觉得不行了 他也许他可能 他觉得 因为 就是可能这样的下法 可能这样的下法 或者是 帮他打了这样的下法 从他看AI的角度来说 可能亏了 就比如说 如果黑的他这样走 白的比如说我就拐 之后吃一个 他觉得这个起白棋 胜率上亏了一点 对 那么他就 不当这是一个图 就亏了一点 在他的世界里 就是不能这样走 亏了一点 也是就直接把他 pass掉了 是吧 就是他不是pass 他是就忘记了 可以这样走 就他认为 他所认知的就是 他都按着 双方最佳的下 然后呢 就这样 他就搬外边 然后吃 然后黑棋搬 然后吃成这样 然后黑的吃 白的长 黑的吃 白的长 然后黑的吃 这样走 然后白棋搬 黑棋搬 白的搬 然后他拐吃 提掉 连搬 这就是说 他们所认为的 争子不利 就这个争子 对 他认为这个争子不利 白棋就不行了 就这个图 白的就不行了 对就不行了 实际上呢 实际上确实 如果是目前 这样的局面 这样的局面 下成这个样子 的确黑好 的确是黑棋好 因为黑棋将来 就是这个棋 他提掉以后呢 这地方将来 就是说 还有一些 立了点的一些利用 那么这里 可能还是有一些先手 那么他这里 这个配置 还是非常不错的黑棋 他首先 在局部来说 黑棋的确还不错 然后配合也不错 那么的确 应该是黑棋好 下成这样 现在的局面 肯定应该是黑棋好 可是有的时候 就配合 不是棋 黑的 配合非常差 比如这边 再往里 进两路 就比如说 这边可能是这样 这个方向化一下 对比如说这样 那么 他就是说 他不管这个 他只管这个地方 局部怎么怎么样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 你蒸完以后 那边有一个 非常严厉的引蒸 也不怎么看 就是说 这种地方 大家就一定要下 其实不能 就忘了 就把这些棋下忘了 是不行的 其实棋怎么走 都是有可能的 我是觉得 对 就一个局部 他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 最重要是看周围的搭配 对 实战等于这个样子 那的确如果下成这样 确实是黑棋 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 但白棋在这个局部 有各种各样的下法 我不是说只能这样 按照你的下法去下 实战就是我刚才说 搬里边这样 胡打了 下成这样 其实我觉得白的也可以 也完全不差 也完全不差 那实战的话 这盘棋 是怎么走的 实战就是这么走的 对 实战是搬的时候 白棋 搬的时候 白棋没有在搬 白棋吃脚上了 白棋吃脚 对 这也是 就是白棋 另外的一种下法 也是另外的一种下法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让黑棋 这里下的那么厚 正常如果说 黑棋接上呢 白棋就提掉 这样的黑棋 还得拆一个 白棋就偷闲 白棋会认为 这样的价值 就是你黑棋 没有刚才提掉更厚 实战 黑棋是拐吃 这也是另外的一种定型 再打一下 打完之后 跑一下 先跑了一个 先跑 这个跑是定式的 它先压了一个吧 是先 哦 对 先压 先压再跑的 这个压完再跑一个 也是定式的 其中一个次序的交换吗 跑一个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其实就是它只觉得不亏 它觉得不亏 但是就 其实没有必要 就是本来压的话 黑白棋也得长 就但这个跑 还是有它的意义的 就比如说 当 比如说你先拆一个 或者你拆到这 或者算你拆到这 那么将来你再跑的时候 那么白棋 它应该可能会提到这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不拆就没意义了 虽然你这便宜了 但你这不拆抽了 那么它先跑 它先看你的意图 如果你要提的话 那我就不拆这 往回拆了 将来我这便宜了 如果你要硬在这的话 那我拆过来 我觉得有跑先手 我就将来能打回来了 就这个跑算是一部适应手 当然就是这个适应手的话 就没什么挑战性 白棋肯定是吃这个 就是说跑不跑 我觉得也没太大关系 也没太大关系 差不多 拆一 下得很稳 这部拆一不知道是不是 谭笑在对于这个局部 就是 这个下完以后 这部棋是不是 就是应该这样走 我不太清楚 感觉上就是说 他怕白棋将来有这里搬 这很明显 对吧 那么他觉得如果立的话呢 因为这里白棋很厚了 就是也没下到什么木 所以说他拆个一 把你这个斑防住 然后顺势呢 拆一下 对这边加强一下 感觉上也是一个好行吧 白棋是飞起 像是这样也是局部 也是一种定型 应该创方一还差不多 都能接受 我觉得是都能接受 都还可以 黑棋小尖 白棋贴起来 嗯 贴起来黑棋没有心情围一手 我本来以为王老师要说 这棋没有心情 把它弄断吗 没有没有 弄断太过分了 我感觉围一手 围一个 对 感觉 还是可以的 因为 能见到一下 将来就是这个地方 黑棋的棺子会有些便宜 那么如果直接围的话 是他有这种穿 或者他贴几个 你可能肩就肩不到了 他先肩 如果你沾上 他这里有靠段 他可能就不这么围了 就是说 他可能自己走 也将来保留这个铐段 这种可能性 他就可能不会走这 让你什么这种贴 变成先手 那么你贴在这 我觉得围在这 还是挺有心情 感觉黑棋效率还可以 不知道 这个不围吗 他是 他抢这个 抢这步棋 当然也是很大 也很大 这个地方双方都不下了 是不着急 白棋接下来肩冲 走 白棋还是走 肩冲到这里 感觉离黑棋后视还挺近的 很凶但是 就是他如果成立的话很凶 就是他用一颗子 就要对你的后视 发起一个冲击 那对于黑方来说 黑方怎么样也不能忍了吧 就是怎么样 你也不能比如说贴 或者爬 爬回去 肯定都不可能忍了 肯定不会忍 就只能反击 白棋已经伸到这个地方了 对 这个不能忍 所以黑棋下一步 肯定这种贴爬 肯定都不能下 下一步 一方面出的一方面反击 哇 白棋挡 黑棋下一步 二路小尖 这么忍 这么淡定的吗 这么淡定的吗 这起 二路小尖 这个小尖 是以公为首吗 以公为首还是以守为公 说错了 我得以守为公 他第一杆肯定还是震住头吧 我觉得 震住头他是怕白棋搬 可能 他是怕白棋搬了打吃 他这样的话 你没有办法下成那个形状 他就把自己下厚了 那其实搬的话 黑棋也不见得 搬一个 这个时候搬一个 搬这个 这个滚打 搬不着了 没有意义 他不可能挡 你这个滚打没有意义 因为滚打完了 这边还卖掉了 就这个 这个肯定就是 怎么都走不到了 那倒是这样 我感觉黑棋就不走了 我觉得就看清就好 我就震一下看清 就在那做偷鲜 不走了 我觉得白棋也没什么好做 我感觉这还是别下巴 价值实在 价值实在是不大 这步棋 感觉震住头 脱鲜挺正义 这步棋 就是说他这步棋 本身形状还是挺帅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 白棋你没有办法形成这个 就是你拐我肯定虎 对吧 你最多你家里立一个 那么你就失去搬了 那我再震 就这步棋 价值肯定还是很大 但是感觉不着急 好像走了 感觉这个好像还是稍微早了一点 小黑棋 请压 掉了压 点在这 白棋虎 黑棋虎 如果说就这步棋虎 如果攻不到白棋 让白棋顺势出头 甚至说白黑棋如果说落到后手的话 感觉就亏了 就好像这步棋没有 因为外面还是蛮大的 自己在底下二度走一个 可以其实冲 大 本身这个局部本来其实白的黑的 这局部本来可以有这一手棋 就是点到这 这接完之后有一个点的手筋 对 点 点 黑白棋只能挡 不然这冲下来了 你好像可以团 还能团 团 好像可以团 团我搬 搬了 粘吗 还是团呀 粘 然后就爬 这样我粘一下 就是本来可以下成这样 这有点像 再往前退一路的 点33 对 就坚顶完点33 有一点像 本身其实可以这样交换 但现在是交换不到 因为我要交换到 感觉是不是 比冲会好一点 感觉能交换成这样 自己下后了 好像还可以 那如果现在 点 的话 拌机也没有什么办法吧 好像 看上去 也没什么办法 你挡我就拌 你要是团 我肯定不怕 你要这样 我先把脚吃一个 是不是还是挺润的 我就给你提掉 尝出来 就我就跳一个 吃个脚怎么样 木术感觉还可以 对 就是反正我是觉得 我特别喜欢木术 所以感觉 木术还可以 看出来了 喜欢实惠的 对 不知道 因为这局部的确 有一个点的 一个手段 那么实战 谈笑还是没有这样 就实战 这么走完 有点心疼 有点心疼 把脚上的 手段给走没了 肯定是粘上 然后虎 他是不是觉得 本身虎总是先手 然后虎白棋挡黑 就打了长出去 还是挡就粘上 挡就粘上 那黑棋是不是不如 先虎 这起 他如果说 如果说是 因为白的如果 这时候跳的话 黑棋这冲断肯定亏了 把这个点明显卖掉了 如果挡的话呢 他如果再冲断 不是也差不多吗 感觉 对 总感觉次取上 是不是稍微有点问题 因为冲断 实地还是有点亏 然后你再虎人家现在不挡 跳一个 你冲 他这样双柱 你这个棋 亏好多 这冲断一下 关键现在走完以后 白棋这个肩还是先手 这里还是欠着一个肩 那么这是肩是先手的话 白棋 黑棋这里长是长不回去的 那这个棋 将来这块棋 有可能就要受工 感觉这一代的处理弹销 好像是不是亏了一点 白棋是飞 没有 黑棋冲了一个 黑棋冲 白棋飞 这个地方双方就不下了 双方就说 解决了 爬一个 谁也供不到谁 这意思 好 黑棋爬 爬的话一般来说是因为这个 这条边的架势比较小的时候 然后才会爬 正常来说要不就跳 要不就飞 这爬的话还是因为这里 这条边的架势不大 所以说选择爬着下 爬为小间 打开这个 下成这样感觉还是差不多的一盘棋 感觉还是 嗯 嗯 差不多 就双方都军可亲手 军事的军事 我觉得军事 我感觉军事 差不太多 嗯 这里冲 冲死大不大 嗯 感觉冲死也挺有价值的 对不起 就冲了 断掉 是 也挺挺有价值的 对 一方面自己活干净 关键走完以后这里有点 这里有点 对白棋体型的破坏也是不错 实战是飞出来 然后白棋打入 飞一个还是很含蓄 本来其实压的话 白棋这里是没有办法动力的 因为这它不是跑道一下吗 这个先手的话 就是说 这个白棋其实气还是挺紧的 嗯 嗯 那么 你要不动力的话 是不是感觉总是压着走 会更厚实一些 对白棋的 就是下一步棋的那个 威胁更大 对 你要飞一个的话 人家不走了 将来你就是这样飞一个 对 而且总感觉 这个棋形象有一些问题 对 有点松 感觉上这步棋 是不是稍微松了一点 嗯 黑棋是加 加也是局部的长型手机 加 不是 加 白棋现在肯定只有虎的 嗯 那也是说 就是上毡和下毡都被黑棋便宜了 对 我这毡的话肯定比你立一下 我毡这儿的话比你上面跳一下 跳一下 这棋我肯定是虎这个 现在 加一个便宜一模 大致 局部黑棋再行棋的话 黑棋动不了 黑棋想走的话可能只有沾 嗯 那么现在主要是我白棋搬 搬完顶 嗯 甚至我现在是都有可能断你 我就算不断你 我就算搬回来 黑棋也是得不偿失呀 嗯 这块棋让我连上以后 我这全活了 你这断开我没有没有意义 嗯 黑棋肯定不能这样下 黑棋如果说你退一个 白的就吃 这样感觉黑棋也没下 没下到什么东西 便宜吗 现在这样 感觉是不是时机稍微早了一点 黑棋这个时候局部 实战的处理是都没有走 他先这边靠 啊 就一些先手 靠的话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断他什么走完以后 他争取粘上 你就没有办法顶过了 对 就没有顶了 断 对 拉在一顶 怎么样 感觉不 不好 黑棋不好 嗯 那看着这边 AB两点 B得棋的样子 这不属于AB棋 这个地方我肯定是要打这个的白棋 就白棋不管怎么样你先要打起来 对我只有A我没有B这个选项 那我这一段的话 因为你断的话我感觉我还有棋啊 这棋 关键是你不见得吃到什么东西 吃不着有可能是吧 能吃着还是 我可以这样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手搁一下 如果是这样子 对吧 这咱们交换 那么这样子 下成这样的话 无疑是黑棋满意的一个变化 对吧 白棋现在它等于拆一个1 那么黑棋飞回来 这两个交换黑棋 大得 大得 那么接下来白棋这几种交换呢 拖 或者甚至说我走这个 然后 这样 这三个交换 我觉得不好说 感觉其实 白棋好像也不见得亏 因为它留下了 诸多味道 就比如说这个是鲜肉 这个是鲜肉 或者这些 感觉有很多的借用 感觉和直接飞一个也差不多 但如果差不多的话 黑棋你这个 这个 其实基本上要亏手棋 就是和我白棋粘上的 我觉得差不多 是 就你这步棋 基本上就送进去了 也跑不出去 对 所以这个地方感觉 黑棋明显还是亏了很多 那么这边如果差不多的话 是不是整体转换 好像黑棋并不见得满意 我觉得 我觉得黑棋这个下法 但是主要这样下 本来它因为走 就正常打入 比如说黑的就跳一跳 或者走一走 如果一旦能从这个过来 对白棋这块棋鞋 还是比较大的影响 可是实战等于谈笑 它就选择了一个 比较妥协也好 简明也好 就它觉得这样下 是不是对于形式 还是比较自信 它将把棋下简单 对 对于它此时此刻的形式判断 肯定还是 双显乐观的 对 觉得还是肯定不错的下法 吃在这儿更厚一些 白棋脚上靠 靠 靠着下 寻求一些味道 靠如果说你虎 它是不是就是 要搬 对 如果你吃的话呢 我就 它是不是要动出了呀 这个地方 就是它可能最简简单单的 可能就要活了 这里 就你当初你这个 辛辛苦苦走的 还把那儿损了 可能还没吃到东西 但黑气应该只有虎 因为这儿的话 如果再被尝一下 这边还有接用 肯定不满意 它实在没有走 它走这个 再靠一下 这边先扳了一下 先扳了一下 扳了一个 然后再扳 再扳 黑气 把这个补上了 长 白气扳 那感觉白气还可以啊 这部心下的 等于你这个地方 又花了一首黑气 等于又花了一首气 就等于你刚才飞 又飞了一个 然后这地方损了一点 但是我连这里 连下两个 价值还是很大 不仅这里 目数很大 而且你这个跑 就没用了 嗯 嗯 嗯 斑 断 断一个 又是一部比较细腻的气 如果连斑 可能担心黑气会打了 长 这样这个子就吃不到了 这样你可能就危险 它先断一个 先断 嗯 然后你吃呢 它再打 这样你打的时候 我可以提在这 就不一样了 哎 打去配气粘上 哦 啊 这儿 啊 这被打了 可能将来担心有一靠 粘上 嗯 白气也粘上 可以冲啊 这部冲还是很大的 嗯 这不吃个紫 就把这个紫吃了 这个紫吃了 还是很有价值的 对 嗯 本身目数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 三四五目起 嗯 附加值 对 将来这里主要它有点啊 各种点 而且自己活了啊 像白气也没活 厚薄相差很大 嗯 手筋来了 哇 所以我刚刚看 浩阳老师 白这不粘的时候 有点犹豫 是不是就看到了这个 对 就第一感 这种棋啊 就粘上就感觉很邪恶 就是很想把这提掉 就一手筋提干净 但提掉的话 的确白气 这一打吃 将当对黑气来说 是一种考验 嗯 因为打的话 如果粘上这里 感觉味道很差 如果提掉 背靠 可能这个粘 还是挺有价值的 我感觉 背靠你 这个地方不好下 不好下 他可能也是担心这样 但这个棋 黑的没有搬粘掉 搬粘他是怕 白气在这里先动手吗 嗯 有可能 这里有点难受 这又很白差两木齐 黑气的木树是一样的 白的这里 白多两木齐 对 这是手机 常用的关子手机 常用的关子手机 啊 搬了一搬 黑气 点 挡住 点 贴 嗯 那黑气是 要搬去顶 搬住 嗯 这是做活的意思 啊 就做活 外面发粒的话 确实正子不利 这个 这代解是 黑气当初冲断 吃掉以子 后续的一个 嗯 获利的一个手段 这中间黑气 有一些潜力 嗯 这个时候 对啊 我看黑气 这为什么外面 外面补一个 不是挺正义的吗 我感觉 或者就接上 也还可以 这个地方 让白气自己活 实战 这长 这不是明显 白气有一个袜吗 袜 黑气也只能 只能沾上 不然这边 这打吃 因为是先手 嗯 然后白的长 黑气断 这都是一本道 但是白气通过拐吃呢 他已经 先手做出一只眼了 然后贴是先手 然后这位长 是受不了 然后再一扳 这里这一只眼 又做出一只铁眼来 黑气这部长 是不是慢啊 因为这本来 其实你已经有 这个字了 这部长的价值 实在是不大 感觉被白气 这样先手 袜长出来 先手做一只眼 再活到这儿 黑气本来这里 感觉还是隐隐约 有一些潜力 那这黑气 如果推出来 贴 我不走了 不要了 不要了 我这 这太大了 我打完以后 这还有力 这不要了 就是说这黑气 感觉亏了 因为本身你沾上 白气里边做活 现在等于你还是沾上了 然后我现在该我下了 白气 就等于我活到搬这儿 本来我沾 你算搬一个 光级他还没有 不见得活 这里还不吃眼 当时 感觉这个长 好像亏了 黑气 有点缓 没有贴了 还是把这个吃 这个吃的 木刷还很大 白的就跳这个 看到这个跳 感觉 将来可能这里 白气还是想弄 他就是 他这个地方 他一直不肯死 就是黑气这里的味道 一直困扰着黑气 将来就是他打吃一下 然后就把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一接 那么黑气杀 可能可以杀 但是这个地方 自己还没活 但如果补外面 白气走 可能白气就活了 这地方的味道 一直是 扑扰黑气 所以当初这个转换 应该确实是 亏了 可能他转换的时候 是黑气亏了 黑气亏了 他没有想过 可能以后的味道 会让他 特别难受 煎完之后 飞 这个也好打 那白气肯定要 斩出来了 我感觉 那肯定要斩出来 你蒸这个 打一个 打一下 打一下 肯定要打一下 斩出来了 这斩出来 黑气不好办 因为白气 他其实蛮轻的 就是他不一定说 我非得活 我就先上把你封住 其实我也是满意的 但你要走外边 我这煎完 就虎一虎 应该总活了 活了的话 黑气这块 木树可就损失惨重了 去拐 这样可以杀黑白气 但是白气肯定什么走 就接一下 或者什么 去住 感觉就可以了 让黑气收气吃 对 收气吃就可以了 是这样白气直接贴 直接贴住 粘可能后手 粘他后手 结果不火 对 它就直接贴住了 然后黑气冲 这样白气也满意 这白气也很满意 这个中间跳完之后 黑气的潜力 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主要这四个 现在还需要处理 还需要处理一下 还需要着急处理一下 那这厚薄的转换 差的很多 这我觉得弹销这一段 我觉得还是这步长 有点随手棋的感觉 本来其实走在外边 让白的火 当时我觉得棋还挺早的 感觉这走完 就全薄了 突然感觉黑气 全都薄了 关键被白的火到这 现在黑气可能有一点危险 停 如果现在幕术的话怎么样 123 5 6 10 12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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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6 16 黑气大概70木齐 弱一点70木 黑气全盘是70 白气大概60木齐 白气是60 对白气这里潜力没有算 白气大概60木齐 那现在黑气是盘面10木 盘面10木 但这起白气因为 这里有可以收气 收完以后 我这攻攻你的话 然后我再牵手收官 感觉黑气 我就算就猴一个感觉 而且看这盘气的格局 就直接进入到小关子了 就没有太多大关子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幕术上对生活影响 就不是特别大 跳的时候 白气是刺 点刺 这点刺 这点刺 是好奇啊 这要成立 那黑气就比较危险 那点刺 黑气粘 反冲 肯定只有粘啊 反冲 但它就反冲 这起 你要是白气 黑气这样顺 那白气先手 把你四个吃了 那这四个就够了 对就够了 天目已经够了 你只有冲我了 就冲了吃 因为你也不能从这吃 从这吃我跑 你这三个没了 然后那就看白的怎么杀 黑的这三个了 现在把这三个杀了就行 应该这是一本道 搬毡 没有搬毡 是搬毡了 看错了 搬毡好奇 搬毡它可以把这些鞋都收紧 这边都是收器吃是吧 对 对 然后黑气弯一个 弯一个很细腻 这也是 很细腻 对你要不走的 被夹在这了 嗯 差两木齐 嗯 很细腻 黑气收了 嗯 白气就收掉吧 也别保留了 这里 收器吃 嗯 一二三四五 嗯 跳 啊 空很空灵啊 这部棋 就这个是先手 其实就是 其实他就是 其实打完再跳也是一样的 黑气都得冲 虚微有点区别 因为 这里的话 还是有点关系 就是你要打完 跳 就比较俗气 就比较俗气 但是这样的话 对 它有可能冲这个 这个 你 你可能得霜 然后他把这个虫传 你有可能 看不清 嗯 白气上面没活 对 你这没活 嗯 它单跳的话 你这 你这黑气 很秀 你操作不了 你要还走这的话 它这个打 它可以 它可以打这 它又不用打这了 这样你冲 它就沾上就 就活了 这它沾上 虎出去就好了 对 这种气保留一下 还是有必要的 嗯 就单跳 对 因为这个打随时都是先手 黑气是不可能不硬的 对 不硬这个起也不够了 嗯 跳的时候 会起 从这来 从这里来 嗯 这里 因为直接冲断的话 应该也不行 冲断 就白的就接上 感觉就行 这里也出不去 打球长 这也出不去 这边也没起 嗯 嗯 这应该黑气 应该不行了 哦 贴一个 嗯 这个贴是最后一手 最后一手了 哦 哦 确实不行了 黑就认输了 认输了 这起不够了 那是白气吓到跳的时候 这三个子是已经跑不掉了 已经跑不掉了 对 六 十 十二十 黑的就是 现在有多吃了几目 就刚刚黑气是七十 就加上这 大概就七十五母起 七十五 就加这四个 是吧 那白气是六十 白气把这加上呗 要重新数一遍吗 白气大概七十母出头 七十多一点 就差的其实不是特别多 嗯 就盘面感觉 就差了两 三 三三 三四目 黑气是我白气十出头 对 差个五母起左右 就是可能我感觉 差五母就认输了 差五母就认输了 差五母 不是 其实没有 其实没什么起盘了 就 就像刚才杨子老师你说 就 这盘气没有大关子 就可能只是小关子 小关子他们也不会错的 就没有机会把这个局面 再搬回来的空间 是吧 五母已经很大 而且刚才点的时候 是不是白气 这都点上了吗 没有 就是可能黑气 这里得进来一些 那进来的话 肯定像自己还没有火 就这个字 其实他自己 这一间好像 他得再处理一下 这期大概盘面差不多 该白气收关 黑气把这个字跑回去 那该白气收关 收下去的话 应该盘面差不多 盘面差不多 我感觉 盘面差不多 直接认了 那黑气这个跳 是不是一个失误啊 但是他就算长的话 其实他 他因为他为什么要跳 他长的话 这比拐先手 就是他跳 他不是 因为他如果算你拐一下 那总是跳着好 他如果长 被你拐在这 他不是这两个子连回来了吗 就是肯定 当然当时我觉得也已经是白气明显优势了 其实你尝他 我觉得就白气都跟着你跳 这些我觉得白的都有 就在当前那个局面下 白气小胜 白气小胜 你就是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 我感觉是 那黑气还是这前边 前边 我感觉这一块 我觉得这一块亏了 就是 这一块转换 靠完顶 从这个打入这一夹 靠完顶这个转换 和白气 让白气吃到这个 感觉亏了 就这黑气结果转完换 把这吃了 那个时候局面上 他是觉得 因为当时他断完以后 他觉得吃这个 很大 但是后来通过白气 各种靠了 各种 就是 搜刮 就是各种就是去 骚扰黑气 让黑气还是比较难受 就是这些是可能是 黑气当时吃的时候 没有 注意到的 没有意料到的 确实下完这里之后 白气也没有下出 就是很特别的手段 就直接收关了 就把这个地盘压缩压缩 就收关了 但我原来觉得 这部长 也是黑气的白痴 我感觉长一个 明显实物 被白气挖了 长得活在这儿了 明显亏损 对 这个不长中间 不长我感觉还早 那还是可以的 因为后来其实 即使白气 优势也是比较一个 相对比较细微的优势吧 三四目嘛 对他们来说可能很大了 就是三四目 他们超过两目气 已经没有 就很大了 我想一个关子不就亏出去了 但他们不可能会犯这种错误 两目气很多了 那这盘的手术也很少 就下了160手就到这里 黑气 就投子认输了 对投子认输了 那这一盘等于是 加加先下一城 但主要还是看明天吧 主要还是看明天的那个 有主将战的这一盘气 不知道他们这个对其他的胜负怎么样 不知道 感觉也是一盘好胜负 感觉也是好胜负吧 接盘棋 我们接盘棋就看到这里 看到这里 我们之后呢 维甲联赛 这个赛量也很长 电视观众朋友们 可以继续关注维甲联赛的比赛 那我们明天见 好 好